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网站本身支持多语言 在页角可以切换不同的语言 点击第一屏幕的购买和下载这个按钮 会看到WPML的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29美元的博客版 因为功能不全 不推荐买这个 主要考虑后面那两个版本 中间是79美元 和右侧的是195美元 这两个版本功能差不多 几乎一样 区别是终身授权 还是一年已授权 中间的79美元 这个版本是每年都要续 从第二年开始 每年是39美元的续费 右侧就是没有时间限制 大家根据需要自行选择 第二种获得方法 我们前面的介绍课程说过 购买这个教程的同学会送大家一个网站的官方授权 我购买的是右侧195美元的那个版本 没有时间限制 送大家授权也没有时间限制 可以一直用 购买教程的同学请联系我 获得方法三 WPML插件实际上就是一个压缩包 网上应该可以免费下载得到 但是这种网上下载的不一定安全 也没有授权 不能更新 不知道是否隐藏木马 不建议这种方法 下面说一下第一种从官网购买的流程 选好版本之后 点击立即购买这个按钮 然后填写账单信息 大家要注意名字和邮件是很重要的 下面选择支付方式 可以选用贝宝PayPal WPML购买之后 直接登录 点击顶部的账户这个按钮 进入账户的主界面 点击第二个下载按钮 进入WPML的下载界面 这里有很多文件可以下载 第一个是WPML的主插件 也是币装插件 其他那些都是可选插件 不建议都安装 以后可以从Wordpress后台 WPML插件里面 添加安装这些可选插件 下面说一下WPML的授权 回到账户主界面 点击第三个站点按钮 从这个页面可以给网站授权 下面列出的是已经授权的网址 点击右侧红色按钮 Add New Site 输入网址 点击添加按钮 输入网址时要注意 要带上http冒号杠杠 或者是https冒号杠杠 另外WPML授权 它针对的是Wordpress网站的网址 一般情况下一个域名 对应一个Wordpress网站 但还有一种可能是一个域名 下面有很多个Wordpress网站 一个主机上可以安装多个Wordpress 用目录的形式 虽然前面都是同一个域名 后面不同的目录 安装不同的Wordpress站点 这种目录网站授权网址 要带上后面的目录路径 也就是说这里输入的是 Wordpress站点的网址 不一定是域名 授权完毕后 大家要注意下面的key 就是钥匙 一个网站对应一个key 这个key就是官方的授权 有了这个key 就可以回到Wordpress里 给WPML插件授权了 关于WPML的购买 版本对比 下载 授权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可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